西游记第七十九回 寻懂情妖冯老寿 当朝政主就婴儿 话说者孙悟空贬成唐僧的模样 被锦衣官们带到了王宫之中 国账看见他也不废话 点名了就要唐僧的心 而且还要黑心 想黑心那还不简单 孙悟空拿过牛尔短刀 就划开了自己的肚皮 顿时一大堆的心 就咕噜噜的都滚了出来 大家顶经一看 这有好胜心 妒忌心 还有名利心 杀害心 可是就没有黑心 那这黑心在哪呢 孙悟空指着国账说 我这里可是没有黑心 是你那里有黑心 说吧就显出原形 拿出金箍棒就要来打国账 国账也非常人 手持盘龙拐杖 竟然和孙悟空打斗起来 不过这国账终究是实力不济 在缠斗了二十多个回合之后 就是化作一道寒光 跑了 国账没抓着 孙悟空来到后宫 想要抓住美后 可没想到美后也不知去向了 哎 没有办法 孙悟空只能把土地公叫出来盘问一番 这土地公见了孙大圣 就赶紧把自己知道的情报 一股脑的说了出来 原来这国账和美后 其实都是两个妖怪 他们的老巢 是正南方向七十里外的清华洞 听罢土地公的介绍 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起 立即飞到了清华洞 想要来个斩草出根 当一进洞 猪八戒就发现了一只白面狐狸 这就是美后了 她上前一爬 就把这美艳的妖怪给送上了西天 而这国账呢 则是一只白鹿变成的妖怪 说实话 这白鹿没什么战斗力 孙悟空刚想上前 以管将它打死 可是没有想到 老兽星南极老人星 从天而降 阻止了孙悟空 原来这白鹿不是别人 正是南极老人星的坐骑呀 现在战胜了妖怪 孙悟空赶忙返回比丘国的国内 让诸位神仙 把之前藏起来的小孩子 给放了出来 让他们可以回到父母的身边 之后呢 则教训了一顿昏庸的国君 让他多干点好事 少干点坏事 这才扶着唐僧上马 离开了比丘国 比丘国的经历 其实是在探讨如何养生 这炎炎异寿 在国章看来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补 无论是小孩的心肝 还是唐僧的心肝 只要能吃到好东西 这身体自然就差不了 可是佛教却对养生有不一样的看法 在佛教徒看来 人之所以会身体不好 主要的原因是欲望太多 而想要养生也很简单 能够做到清新 寡欲 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 看来养生的确是一门大学问 那你觉得 应该是多吃营养品呢 还是要清新寡欲呢 现在 师徒四人 告别了比丘国 又开始向西行进了 前面 他们又会遇到 哪个国家呢 咱们下回分解